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呢 我跟大家一样经历着一段很特殊的日子 街道不再像平时那么热闹 休息呢变得很漫长 时空好像都是静止 会不会因此而感到遗憾 比起更多的人默默地牺牲奉献 才换来此刻我们拥有的这种顺遂 我只会更加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更希望朋友家人身边的人 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安康 这会是我要过的年